作為一個高難度的ARPG狂熱者 再加上愛好日本動漫主題的我 今次這遊戲真的給我發生了很大的化學作用 Code Wing 細血代碼 可以說是一部充滿中二病主題版的Dark Souls 也是今年其中一隻我最想玩的遊戲 由Bandai Lanko 製作三平台同步的Code Wing 以一個叫做近未來的世界作為遊戲的舞台 為了生存 人類是捨棄了人類的身份 變身成為吸血鬼 而吸血鬼就擁有強大的力量 但作為吸血鬼他們一定要持續吸血才能維持自己的人性 那這群吸血鬼就為了探索世界的真相而開始了他們的旅程 故事到底吸不吸引就見仁見智 但對於動畫愛好者的我來說 我非常肯定Code Wing的作畫是一定做得很精細很精細 因為這部遊戲的動畫部分竟然是由我最喜歡的YouFortable公司製作 到時我只欣賞他的作畫和那些中二病的情節 我都一定看到高潮跌起 順帶一提 這部遊戲又玩吸血鬼又玩口罩 有沒有覺得那個男主角熟口熟臉呢 其實他跟金木炎是沒有分別的 而這部遊戲一度被歐美媒體認為 他是類似FromSoftware的黑暗靈魂日系動畫版本 他的遊戲性質就操作Dark Souls 是一個Death Game的風格 這遊戲會限制玩家攜帶的道具數量 而如果你又或者你的伙伴 不幸運死了的話 就要重新再來過 而我最近也發現越來越多種類的遊戲 也是跟隨著這種死亡回歸的潮流 當然對於一些自弱型的玩家 例如我的話 當然是一大福音 但如果你從來未接觸過這種類型的遊戲的話 就請你出去多點買幾個手掣回來 至於遊戲性方面 由遊戲的demo可以看得出 這遊戲的打擊感和流暢度其實都有改進 外國的著名Dark Souls分析師Ratividia 曾經試玩過這遊戲 他當初對這遊戲的感覺是負平的 主要是因為demo版的動作太生硬 人物的硬直動作太多 導致玩起來的時候的流暢性大減 而且Boss戰最大問題是竟然有時間限制 他又不是Monster Hunter 到底限時打Boss有什麼樂趣呢 不過他所玩的極其量都只是demo版 推出來之後到底是不是一隻好遊戲 就真的要拿上手玩一下才知道 有個化碼還是會的 或者是選擇 選擇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